这边有看到老师就是你有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是要在55岁的时候退休 然后去海外Lone State 然后每个月 重点是每个月有10万可以花 这个目标好棒 对 要怎么达到 对 我自己是因为我是社所作 我真的是不小心生那么多孩子 所以就得要当妈妈 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出国玩 像我就是 所以我要觉得我在 为什么是55岁退休 很多人都问我说那么早要干嘛 其实我是半退休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数位游牧主 我可以在 有网络就可以工作 但是我实在是不想要被一个工作 一路绑到65岁 为什么不要坐那么久 不是我不喜欢工作 而是其实你年纪越来越大 其实你那个体力就会没有了 像我刚从福岗回来 那我们 我一天要走可能10公里 要想英 然后干嘛干嘛的 那你要有体力 所以为什么是55岁 我就趁我希望 我年轻一点还有体力的时候 那我想要去我喜欢的城市Lone State 三个月 然后在台湾三个月 因为我毕竟还是妈妈有责任 那为什么是55岁呢 差不多我的小女儿也开始 就是国中 快要上高中的 可以比较我省心一点的年纪 所以我那时候是定55岁 那至于怎么样才能够每个月有10万块 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好奇的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 55岁前我就存到就是2000万的资产 那我把它放到那种月配息的工具 不管是基金 其实我都不会单一单压一个商品 我其实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配置 但是我去抓年化报酬率只要6% 就是配息率6%就好了 2000万的6%一年就是120万 120万除以12个月 一个月就10万 对 这还不含我自己从年轻到现在 努力工作的劳保劳退 未来等60岁还有另外两笔的退休金 但老师你刚刚有讲到说要拥有这个每个月10万块的这个金额 是需要用透过很多不同的投资工具 对主要是本金你一定要存到这么多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存到2000万 你存到1000万我觉得你也不要气馁 你存到1000万6%的工具 基本上一个月也就是5万了 对我觉得也不错 那甚至我觉得6%是很保守的 像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些高股息的一些相关的ETF 现在基本上我选到跟我会推荐的 大概现在以平均过去一年的年化的这个配息率 大概都有10%左右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难啦 当你的找到的配息率的是越高的这个商品的话 你可能存的本金就可以少一点压力不是那么大 相信观众朋友刚刚听到老师说要推荐的时候 眼睛马上就亮 真的这个6% 然后如果这么多的投资工具 老师会怎么样去建议 或者是说老师现在目前的一个配置 比方说放在ETF会放在什么什么的 好 我自己本身都会放 因为我自己有台股的部位 然后我有基金的部位 我也有ETF的部位 那我的ETF里面又包含了债券跟高股息 跟市值型的ETF三大类这样子 那你说比重 其实我自己很多人都会说 共同基金的成本比较高 对不对 那我买ETF的成本比较低 可是我不要忘记 我大概在20几岁的年纪 我的少女时代我是不是就靠基金赚钱 因为当年还没有ETF 所以我对于基金的好感度是很高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台股里面有非常厉害的台股的基金 它一年创造十几20%的报酬率都不成问题 可是这些在高股息类的ETF里面 可能你没有办法有那么高的报酬的预期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分散 不是为了分散风险而已 而是在不同的标的它本来就有不同的所谓的投资的属性 那你呢就是做好这个配置 在我现在还有赚钱能力的时候 我会比较大的部位 至少七成以上 我都会放在这种比较所谓成长型的 像台股的基金或台股的部位 或一些市值的型的ETF 至于最近常常讲到这些高配息的 这些相关的ETF 大概目前大概只有占我的整个投资 大概只有一成五到两成左右而已 其实并没有很多 可是这样子我觉得已经也不错了 就可以帮我创造 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季 有一些不错的报酬率 本来以为只有婆婆妈妈 喜欢每个月有钱领的感觉 小资组应该不会 可是我发现我的粉丝专业的后台 其实有蛮多是小资组的 来问我说 有这些月配型的要怎么挑 然后可不可以买 那我后来其实反推 我就说既然你叫小资组 我真心真心觉得 你不要去买这种所谓的高股息的ETF 你应该买市值型的ETF 为什么 因为你趁现在钱不多 你就是要放在那种未来有成长性的 那这些市值型的ETF 它本来就是透过它的选股的逻辑 自动态换掉 它可能只选前30大或前50大 对台股里面最厉害的30家公司 在努力帮你赚钱 它的股价的涨幅肯定是会比这种 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所谓的高原期的公司 那它每一年稳定的 稳健的配期的这种公司 来得有爆发性 所以我都会建议小资组 其实就是比较倾向 应该适合的是市值型的ETF 那至于有退休需求的人 比如说你已经45岁以上50岁以上 慢慢的像我的年纪 慢慢都要开始来部署 未来我可能开始去建构 我未来的退休现金流的话 那我觉得你倒是可以 把一些资金慢慢的拿来布局 但是不是一次all in 好 好